中阴起间有哪些方法能为王者修复 若以王者延伸之具 这个延伸之具 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 像首诗珠宝一类的 这是年神之具 物质原领 他的房地产 物质是房产 原领是地产 一世三宝可把地狱之苦 一生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 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 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 这个福能够超越他这个动地狱的罪业 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论严经上所说的 施司说法如恒或杀了 有很多假佛法 假道场 借着佛教的名义 做一些违背佛陀教会的这些事情 造罪业 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 帮助他造罪业 促使他造罪业 那这个多道地狱是越多越深 不但不能处理 而且多得更深 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 供养佛像 及主圣像 这个圣像是菩萨像 供养佛菩萨形像 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 是报恩的意思 如同我们中国人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 慎宗归于凡本报使 这是报恩的意思 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 念念不忘老师 第二个意思 进行思奇 我要学的跟他一样 把佛菩萨形象 常常放在我们眼前 提醒我们 我要学的跟他一样 供养佛菩萨 诸位特别要知道 绝不是在四项上的供养 所以一定要懂得 行事后头是有表伐 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 不但我们自己 一教奉行 而且这个表伐 还能够劝导大众 无法修行 这个功德就大了 这个声音是从这个地方讲的 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 最前面呢 这个光木女跟婆罗门女做的 那是个好样子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去体会 乃至念佛菩萨 这个又是一段 又是一种方法 念佛念菩萨的名号 这比前面更简单 佛菩萨的名号 里面的含义 声光无尽 名号公德 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 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德 念出来 佛菩萨 佛的名号 信德的名号 佛菩萨的名号 是修德的名号 信修不二 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念这个名号 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 这叫念观世音菩萨 念地藏菩萨名号 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 这是地藏啊 地藏是孝敬的 文书是智慧的 铺行是实行的 正干的 所以念菩萨的名号 要这样念 那就真有功德 佛的名号 信德 念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仁慈清净 释迦是仁慈 模拟是清净的 面念以仁慈的心 对待一切众生 在一切经缘当中 不是自己的清净性 这是念 南无本事释迦牟尼佛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五无量句 这就不迷 这心不动 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 叫一心成念 念到极出 就得一心不乱 一心不动心 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还会起心动念 那不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心 接触外面境界 不起心不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叫阿弥陀佛 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 那这个灵命众人 一粒而根 永远到中 这个功德大了 人虽然死了 他的意识还在 他还会去投胎 我们讲的阿弥陀佛还在 这句讲 和文在本事 阿弥陀佛 他还在活动 活动 他也有波动 我们这个波动 可以跟他的波动 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这个就会加持 这就是他得他的利益 帮助他 在他的阿弥陀佛里面 种下佛的种子 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 在我们念的人 我们念的人明里 念念相应 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 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 也或者 恭恭敬敬 念这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力量就比较弱 命中之后 眷属国肉 未修银斋 自足也道 未债设境 即淫债之四 弥干菜叶 勿起于地 乃至住时 未现佛僧 勿得现实 那么这是说明 家亲眷属 为这个命中之人 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 各位一定要晓得 他精神之所在 他为什么会得福 都在沉浸 两个字 没有沉浸的心 照这个方法去做 还是得不到 至尘恭敬 没有别的 沉浸心 是信的 沉浸心 是证诀 所以诸位要晓得 不尘不尽 那是迷惑得想 那是业障 沉浸是哲 沉浸是信得流 沉浸是忽若放光 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 举银斋这个例子 沉浸是经营 是营造 就是你在办斋 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 普通讲的武功 这个中路上功 这就是营斋 营斋 你要注意到 未斋实斤 以及营斋之词 你在办这些 摘菜摘饭的时候 要有恭敬性 要有恭敬性 米干菜叶 不起于地 这是敬无 米干是什么 洗米的水 我这个斋饭是要供债的 供养祝福 供养归神 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 我这个摘饭没有完毕的时候 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 都不到地下 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 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 这些啰嗦才处理 所以米干菜叶 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 这是现在 这个办债的人 很少人知道 那摘下来不要的菜叶 马上就丢掉了 供宽这个干水 耐之注食 未现佛身 我的现实 这现实常常味道 在厨房里面 你做菜常常味道 那是什么 你吃过之后再供服 叫大不进 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 不知道 不知不觉 不可以 没有供养佛身 你先吃 你把你吃肾的东西给别人 不要说对佛菩萨 对鬼神 对人也不供敬 或者是不金钱 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 没有诚意 没有恭敬心 办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命中人 都不得了 得不到你的帮助 如精勤护精 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 如理如法的来办斋 如理如法的修行 真的祝福忽念 蒙天的真净 所以说 金轻忽敬 奉献佛身 那么慈地这个僧 主要记得 不是专门指出家人 他是广义的 僧是活活动 佛爹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四个人在一起共修 遵守六合尽 这就叫僧众 叫僧团 使命中人 七分回 这个七分的功德 他得一分 如果我们做得不如法 那一分都得不到 所以这种 沉浸的心 一定要在平素养成 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 对这些修行人 对所有一切证则 都要修 沉浸进 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功德 效力就很大 为亡人修福的方法 很多很多 如甚美举 这个里面 我们总结它一个 重要的纲引 就是沉浸 无论 修哪一种福 都要精勤忽敬 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金 是纯而不咋了 净实讲 清净不然 所以用钱 要用尽才 确确实实 是自己 应当得点 这个财物 我们不识 才有功德 才有效果 如果是 不意义之财 所以扛他人 只看 这不行 这个是不尽 不清净 都不是尽才 你用这种财 来修福 对不 我以超度 能使亡人得利益 如果这个亡人 在生前呢 是个念佛的人 是个明白佛法的人 是个念佛人 那么他过世之后 这个送金 他听了之后 很可能提醒他 念佛往生净土 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 所以这些超度佛事 是给他做正常员的 唯恐他忘掉 特别来提醒他 那么假如 他在生前 没有接触过佛法 那就很难 完全净福 他只能够达到 他里面 所以这个利益 大小不相等 经文里面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自己 要去思维 为什么 这个超度 他能够得利 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 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 家里面的人 这个眷属就不会修复 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 因为这个缘故 家庭眷属才修复 才礼灿 才诵经 才拜佛 这是王者给家庭眷属 修复的正常员 是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佛报 所以家庭眷属 所修的佛越大 他各地就阅读 为亲人临终伴丧事 邀亲朋好友聚会 杀生吃肉 祭拜鬼神是否有效 是否妥当 地藏菩萨 大慈大悲 劝导严福提众生 在临终之日 要谨慎 决定不能杀生 决定不能造卧原 随人过世 要给他办厚事 要邀请家庭眷属 他的亲朋好友 这个聚会 这个聚会里面 有很多的杀生吃肉 祭拜鬼神 这个都是造卧业 那么这是我们 随时随时随时随处都看到的 我们要想为 亡人祈福 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 我们仔细想想 唯恐这个亡人 在生的时候 杀业造的还不够啊 还要给他听一点呢 那不是这个意思吗 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 再把他往下塞一点 就干这种事情 绝大的错误啊 假使来世 是说这个灵命中的人 已经死了 死了之后啊 那就是睡意来世 或现在生呢 是这个人还没断气 但是这个人呢 在生呢 是个善人 是个好人 自己啊 没造什么罪业 因为他的家亲眷属 煞僧祭祀 拜祭这些鬼神 求助亡人 亡人 邪神邪道啊 这病重了 病危了 求这些鬼神呢 来帮助啊 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 煞僧祭祀 那么这个煞僧祭祀 是为这个病人呢 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 得生人天中 他生善道 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 这个罪业 他要承担 他要到 言乐王人里面去辩论 所以啊 生善处就耽误了 晚生善处 如果已经断气了 他在言乐王人里还要辩论 这耽误他这个 生善道的时间 如果没有断气 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 他在 他那个神魂在那边 现代人不懂 扮丧事的基本遗归 时常请鼓乐队 吹着流行歌曲 或者虽请出家人 诵经念佛 家人却嘻哈 闲话家常 如此行为 是否会引起 王者的称恨心 这个事情不要问我 你想想就知道了 如果你死的时候 你去家庆学书这样搞 你高不高兴了 这个好像 不是一种祷念 这好像是很欢迎 欢迎欢喜 死得好 死得太好 不就是这种意思吗 这是 这个中国古礼 完全都丧失掉了 王者在一周年之内 六月初六是过桥 这个环节是否还要办 怎样办才如理如法 这个事情 玉利宝朝有 佛经上也有 依照这个去做就好 确确实实 一年三年 那么多半是 顺域纪念的性质 这是慎宗归远 民德归后 真正的意思在此地 宜归可以从俗 但是要学到从前 不要太繁杂 不要浪费 能在这儿 多做社会慈善 利益众生的好事 把这个好事 回向给他就好 父亲过世后 在寺院 为他立排位 并常做善事回向 至今一年多 家人还是常看见 父亲被人追打 请问弟子该怎么做 你给他做善事 回向不能间断 那遇到这种情形 最好替他小哉 替他小哉 小哉就是 把功德回向 他的冤情债主 希望冤情债主 跟他这个过节 解开 化解 这就对了 这个是后人 都能够做得到的 这个做法 要专心 专 他才能通 才能感应 你比如说 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念一部地藏经 专门为他念 专门为他的冤情债主念 希望的时候 以这个功德 把他的冤情化解 或者我每一天 念一万圣佛号 专门为他 这个效果很有效 如果真的 这个发心 以真诚心去念 我相信 一个月到三个月 这个就化解 化解之后 会有很好的 位移 回梦见 你的这个父亲呢 会来感谢你 那个 找麻烦的 人生战士 再就没有了 人死后四十九天 中阴生死超度 有其作用 但中阴生过后 每年祭拜 做功德 去世的人 如何获得 在地藏菩萨本面经里 说得很清楚 因为四十九天 他未必是偷生 他在中阴生的时候 中阴生 每个七天 有一个变异神父 他受痛苦 所以在这个时候 给他松金超度 减少他的痛苦 他可以得到帮助 如果他要是投身到别道了 每年这个祭祀呢 这就有两个意思 不管他在哪一道 这个回向的功德了 他也能够得到一天 但是更重要的意思呢 是培养我们自己 这个个性 圣宗归连 很远的我们祖先 我们都不忘他的恩德 对于最近的 这个父母 兄弟 比我们永恩贵人 当然根本不会忘掉 所以圣宗归连 明德归后 能够得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 嗯 嗯 声音cro